快信用双截棍 哈 哈 亿 快信用双截棍 哈 哈 亿 成峰2024总决赛 团秀舞台排名争议 刘新成本季最大遗憾 成峰2024总决赛开播 时间安排无惊喜 节目缺少噱头 七位团队广场舞获第一 尹争议 刘新团队双截棍虽表现出色 却排名不佳 成为节目遗憾 成立军获年度成峰人物 刘新紧获第六名 尚文杰人气高 却无头衔 总决赛结果失衡 成峰2024总决赛终于开播 相比于前面几季 这一季的时间安排 可谓是没有太多惊喜 前面的几季度 基本决赛都是晚上上线 这一季没有任何惊喜的 中午悄然上线 预热也很少 整场节目 缺少了很多噱头 唯一的噱头 就是成峰的亲友团的知名人物 和一些超女 其他的大咖基本没有 整场节目六个舞台 加上合唱七个舞台 四大团队舞台是主要看点 但四大团队舞台的成绩排名 和舞台表现 却背道而驰 第一名的团队舞台 是七威团队的广场舞舞台 说成是广场舞一点不为过 中间还穿插着笔叶的各种动作 整体舞台设计差强人意 但为了能拿到两个成团席位 节目也给到了这个团秀舞台第一名的好成绩 而相比较最后一名的流星团队的双截棍舞台 和被全网网友看好的陈浩宇团队的英文歌舞台 这两个舞台成绩却排在末位 流星团队的双截棍 整体出场帅气 流星表现可圈可点十分亮眼 舞台有功底有武术 比七威团队的团秀舞台难度要高很多 但由于团队成员人气 和流星身为祭奠团团长 使得他们团秀舞台排名并不理想 再看尚文杰陈浩宇团的团秀压轴 团秀压轴应该是大招舞台 整体姐姐们表现亮眼 虽然尚文杰只唱了五句歌词 但也凭借自身不俗的唱功体现出 流星其实就成为本季节目的一大遗憾 他应该是节目引流第一名 人气一直和陈立军不相上下 开始节目也给了很高的位置 开场就是个人喜爱度第一 随着节目的播出 一直到决赛尾声 我们才看到流星在这档节目扮演的角色 为工具人角色 他在决赛四个队伍中 试的位置是比较低的 他的队友对比也能看出来 他们组的队友一看 都是属于不成团的队友 整体人气差距较大 所以流星就是典型的本季引流姐姐 在成团名额上 队伍人数最少 在比赛成绩上也被完全压制 陈立军由于粉丝的抗争动作比较多 最终节目给到了一个新兴的头衔 叫做年度成锋人物 而流星则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第六名的显示 尚文杰也如此 获得了人气第三名 但实际没有任何头衔 最终尚文杰连奖杯都没拿就走了 成锋2024总决赛也有点失衡 你们认为呢 陈浩宇 陈立军等12位姐姐 成团 成锋2024收官 7月5日中午 成锋2024播出年度席位总决选 最终 柳妍 尚文杰 韩雪 萨鼎鼎 刘欣 七薇 袁亚维 何杰 乔伊斯 乔纳森 蔡文静 陈浩宇 陈立军12位姐姐脱颖而出 获得成锋年度席位 其中 陈浩宇揽获成锋2024年度总冠军 陈立军获得年度人物荣誉 七薇荣获年度队长称号 受邀参与节目录制的 封面新闻记者现场获悉 此次年度席位总决选中 上一季成锋 创始人谢娜回归主持 与新一季的姐姐们进行趣味互动 同时 由姐姐们的家人 蚝友等组成的亲友团 也来到了现场 和返场姐姐一起为舞台上的姐姐加油打气 其中 朱丹的老公周一维 七薇的老公李承炫均来到现场 见证他们在总决选中的精彩表现 舞台上进入总决选的20位姐姐 在刘欣 七薇 陈浩宇 陈立军四位队长的带领下 集体向年度成锋席位发起冲击 节目中 既有团秀演出双截棍 骑士精神 月亮之上 This is me 的强颜表现 也有双人同唱神魂颠倒 若梦的无尽魅力 七薇 成锋2024年度队长 尾声 全体姐姐 以一曲别回头望 定格成锋2024的美好回忆 引发众多网友热议 有评论认为 成锋系列始终坚持 传递新时代女性风貌 展现女性风采 不同国家姐姐们的舞台表现及交流互动 也让中外优秀文化交流之风 在成锋2024的舞台上流动 在成团业录制当晚 获得成锋年度席位的12位姐姐 接受了封面新闻记者采访 谈及获得年度总冠军的感受 陈浩宇坦言 确实没有想到 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竞技的人 也不是一个特别适应比赛的人 所以我很少在任何场合 去想象一个事情的结果 陈浩宇认为 自己在成锋2024的最好收获 就是整个过程 刚来的时候我就说了 我是唯一一个台上30多位姐姐 一个都不认识的人 是最青涩 最像白纸一样的姐姐 这一路 这一百多天走来 在总绝选舞台上 再次见到所有姐姐的时候 我觉得我对于他们每个人身上的光芒 性格和特点 好像都很熟悉 这是我认为 这趟旅行最珍贵的是 能跟这么多姐姐 在这样一趟难忘的旅程里深深链接 我很珍惜 陈浩宇 成锋2024年度总冠军 荣获成锋2024年度人物的陈丽君 则通过这个舞台 让更多年轻人认识 了解 喜欢上了传统乐剧 她承认 自己来到成锋2024 就是想做更多与流行有关的融合 想要戏曲更加融入大众的生活 能够让更多人通过更多方式 更简洁的途径去接触乐剧 并产生兴趣 进而产生了解的欲望 来到成锋2024不需此行 我不能说完成度有多高 让多少人知道了乐剧 喜欢上了乐剧 但是我觉得 我是有达到我最早预期目标的 陈丽君 成锋2024年度人物 尚文杰也分享了 她对女性力量的理解 在我心里 女性力量其实是代表个人色彩的 我在这四个月一百多天的体验里 感受最深的就是 每个姐姐都有自己内心的力量 是不同于别人的一种色彩 对自己的人生 追求的事业 自己的价值 都能够有自己的理解 这是女性身上最可贵的一点 女性的力量来源 对于自己的自信 对于自我的认知 以及对未来的信仰 在《成锋2024》里 我看到了很多女性身上的闪光点 每个姐姐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优点 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价值 这个节目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女性身上的色彩 耀眼的色彩 对于羽毛也让她一样好 对于羽毛和疾病 对于羽毛也要把价值得更长